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Yuki 我们来继续我们的生物教学 那我们这次要讲 生物跟环境的关系 那生物跟环境的关系呢 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讲 一个是跟环境中无生物的关系 以及跟环境中其他生物的关系 你说老师 跟无生物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讲 不同的环境会运营出不同的生物啊 那比方说之前讲过沙漠里面 那个生物必须要能够散热耐旱 对不对 所以这些环境中这些无生物啊 阳光水空气这些都会影响到生物 那而且这些阳光光线多一点 那个水分多一点 温度高一点低一点 这很多种不同条件 就会造成各种不同复杂的环境 然后里面的生物种类 就会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每个不同的生物 那个环境呢 都可以提供不同的生物 那环境越多样 生物种类越多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保存多一点的各种环境 然后才能够维持很多种生物在这里面 比方这个沙漠 你看骆驼要生活在这里 它能够耐旱 然后呢 它能够防止沙子飞到它的鼻子里面去 它跟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关系 它必须要能够适应这个环境 才能够生存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一种生物它跟环境都会有一些关系存在 OK 好 那这些环境很多样 然后在这里面生存的生物也能够很多样 这个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好 再来我们要讲一下生物跟生物之间的关系 那生物跟其他生物的关系呢 我们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一个是捕食 共生 寄生 以及竞争 那当中共生我们还可以把它细分为 互利共生 以及片利共生 好 我们先讲捕食 生物之间有吃跟被吃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我们称之为捕食 比方说松鼠被老鹰给吃了 那我们习惯就是画一个箭头 往后画 前面这种生物被后面 被箭头后面这种生物给吃掉 那这是吃跟被吃的关系 这是捕食 好 那比方说 海豚会捕食鱼 好 那再来 你说老师 那像老鹰这种是不是就不会被捕食 不是哦 其实它还是可能会被吃掉的 什么状况呢 比方说晚上 你看这里 你看这边 这里有个亮点 有没有 这什么 仔细看一下 好 起飞了 过来 这是猫头鹰 原本有三只老鹰 那他们的视力在晚上不是很好的时候 就被猫头鹰给抓走了 OK 所以 这个是彼此 也会被吃 好 那 当然白天的时候 换猫头鹰休息的时候 可能换成猫头鹰被吃 所以 对生物之间有吃跟被吃的关系 OK 这是捕食 好 再来 除了捕食这么残酷的状况之外 还有些生物是共同生活的 那是共生 而且他们是彼此 有利生活在一起 这叫互利共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你曾经听过 那个瓢虫会吃牙虫吗 瓢虫会吃牙虫啊 那对于牙虫而言 它该怎么办 想办法找人 找个保镖来保护它 所以呢 牙虫就跟蚂蚁合作 怎么合作呢 蚂蚁当保镖 然后呢 牙虫就分泌一些 汁液 分泌一些蜜液给它吃 就是 那个牙虫啊 它是吃这个树枝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分泌一点点 甜甜的蜜液 然后给蚂蚁 那对于这两者而言 它们一起生活 有好处 那个瓢虫来的时候 蚂蚁会帮它赶走 然后呢 对于蚂蚁而言 牙虫会分泌蜜汁给它 所以 它们彼此而言都有好处啊 对不对 这就是互利共生 那你也可以把它想做 这个 牙虫是蚂蚁的乳牛 分泌乳汁给它 这样子 这个蚂蚁有点像人一样 在养的这些牙虫 OK 那 它们这是互利共生 对彼此都有利 OK 好 再来 像荣果小枫 我们以前讲过的荣果小枫 跟荣果 诶 荣果被荣果小枫给吃掉 那花都被吃掉 怎么会这样子 诶 因为荣果小枫会帮它散播花粉啊 所以对它们而言 两者都有利 这叫做互利共生 再来第三个 在课本里面的例子是 小丑鱼跟海葵 那因为小丑鱼啊 出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 可能会带着东西回来嘛 它出去外面觅食 然后可能会带着食物回来 然后在海葵这边吃 它带回来吃的时候 诶 渣渣就掉到海葵中间去 然后海葵就可以 顺便吃到额外的食物 所以这个是互利共生 可是 有些科学家认为 它们不是互利共生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个小丑鱼啊 在别的地方 通常是在别的地方 吃得干干净净净 然后再回来 它很少带一些 优优给这些海葵 所以 有些科学家认为说 这个呢 应该不是互利共生 而是应该称之为 骗利共生 好 不过 无论如何 有些课本说它是互利 有些说它是骗利 那你大概就知道 诶 大家有不同的观点 OK 好 那 我们讲说现在有争议 有些科学家认为 它应该是属于骗利共生 什么叫骗利共生 互利共生 你可以很容易理解 那骗利共生是什么呢 所以骗利共生就是啊 一边有利 一边无害 一边有利 另外一边呢 没有好或者没有坏 比方说 很多蝶类像 像癌浆蝶 还有山苏 鸟巢蝶 它们会生长在比较高的树干上面 对它们而言这有利啊 为什么 原本如果生长在树下 光线都被挡住了 它现在生长在树干上面 可以争取到比较多光线 那对这个被它生长的树干呢 没什么坏处 你说老师很重啊 怎么会没坏处 可是你想想 这一段树干扎扎实实的树干 其实可能更重 对不对 因为它这边 这其实就这边看起来比较扎实 其他就只有叶子而已 所以 其实对树干而言 这个负荷并不重 所以没什么好处 也没什么坏处啦 但是也没什么好处 所以 对于 这些蝶类而言 是有利的 但是对被它 附生的这些植物而言 没什么坏处 但是也没好处就是了 好啦 一方有利 另外一方不好不坏 我们称之为片栗共生 OK 像这个就是了 那 如果是一方有利 一方有害呢 这就叫做寄生 OK 比方说 跳蚤寄生在生物的身上 那 这个一方有利 对于跳蚤而言 它有食物吃啊 所以 这是有利的啊 但是被它寄生的 又养 然后又失血 养得半死 然后搞不好 还有传染一些疾病 那也是有害的啊 OK 好 不过呢 就你 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的是 寄生 寄主 那个寄生者 通常不会让寄主死掉 为什么 因为寄主如果死掉的话 它就没有东西可以吃啦 对不对 它就要再 额外再去找一个寄生者 所以 对不起 它又再去找一个寄主 抱歉 我刚刚说错了 那 所以 它通常不会让寄主死掉 好 所以 寄生虫其实是希望寄主能够活着的 因为它这样子才能够免费的食物啊 免费的大餐啊 OK 好 那 什么时候寄生虫会让寄主死掉呢 什么时候会让它死掉呢 就是这个寄生虫要搬家的时候 比方说它搬到下一个寄主那边去了 比方说有些生物 它的那个 要从罗类寄生到其他的人类啊 或者鱼的身上的时候 它就可以让这个罗死掉 或者像 蝸牛 霓虹灯蝸牛 这霓虹灯蝸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它的头这边啊 会有霓虹灯出现 那这霓虹灯其实就是寄生虫 它会在这边一闪一闪 然后逼着这些 它还会释放物质 然后操作这些那个蝸牛 爬到很亮的地方 一般蝸牛是生长在阴暗的地方 它会让它爬到亮的地方去 为什么 因为它要引诱鸟类来吃掉 要让鸟类把它吃掉 这样子它搬到鸟类的肚子里面去生活了 然后之后在鸟类肚子里面排软 然后再经由鸟类 鸟类会飞 对不对 可以帮帮帮把这个寄生虫的软 散播的比较大一点 它如果一辈子住在蝸牛的体内的话 它的软就只能在少少的区域 它们能够感染的蝸牛 数量就少 所以它要搬家到鸟类的身体里面去 这样子它生蛋的时候 可以借由鸟类散步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好啦 既然它要搬家了 它才不管这只蝸牛的死活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它就不管蝸牛的死活 就可能会让祭祖死掉了 OK 好 那你说老师 这个寄生生物好恶心喔 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利用它 其实是可以的 什么时候呢 比方说你想一想 我们那个水果 常常会有一些 那个虫对不对 比方说你吃荔枝或者龙眼的时候 有没有从那个打开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白白的虫 在跟你say hello 白白的那个蠕动的虫在那边蠕动 这样子 这个你要预防它的话 当然就要撒农药啊 但是农药撒多了 其实不好嘛 我们说有些农药 如果随着雨水落到地面 又到河里面去 那其实不好 我们希望农药能够减少一点 再来像我们刚刚讲的荔枝 还有龙眼 那个虫已经住在里面了 你撒农药撒在外面 对它也没什么影响啊 所以撒农药有时候不是万能 OK 那我们希望就利用 科学家就想到 可以利用寄生的方式 来做生物防治 OK 好 比方说东方果实营 会造成水果里面都是虫 那怎么办 我们就找寄生蜂来寄生它 那我没有找到适当的图片 所以我找一个示意图 OK 好 这个寄生蜂啊 它把软寄生在果实营的咏当中 然后呢 这个果实营 它就没办法孵化出来了 它这个蛹就被寄生蜂给吃掉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做到生物防治法 好 或者呢像这个 有些毛毛虫会吃掉我们的果树的叶子 或者吃掉我们种的那个蔬菜的叶子 所以呢找寄生蜂来 这寄生蜂啊 幼虫就在这只毛毛虫的身体里面生长 然后呢就吃掉毛毛虫的肉 然后呢寄生蜂要结咏的时候就爬出来 之后就飞走 啊这只毛毛虫呢 这只毛毛虫里面的肉都被吃光啦 所以它就死掉了 所以它就不会 它就不会羽化 它不会结咏 不会羽化 这样子它就不会生蛋 就不会有下一代 就有办法控制这个数量 害虫的数量 而且不需要撒农药 你知道最近不是有那个草地摊叶鹅 俗称秋行军虫 跑到台湾来吗 那科学家其实也有在研究说如何利用寄生蜂来控制这个草地摊叶鹅的数量 当然不可能全部杀死啦 为什么 因为这些寄生蜂它如果把所有的寄组全部杀死 它自己也没得寄生啊 所以不可能全部杀死啦 那科学家在研究如何利用寄生蜂来减少这个草地摊叶鹅 就是秋行军虫的伤害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要研究 为什么不直接就抓一大堆寄生蜂来 放在台湾直接施放就好 不行啦 我们不知道这个寄生蜂在台湾会造成什么影响 所以不能够乱丢 要先经过研究小区域的研究之后 发现它对于台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它对台湾可以帮忙杀死秋行军虫 然后都不会造成其他的伤害 这时候我们才可以用 所以这个生物防治法要经过谨慎的研究才可以 要不然如果发现如果它也会去寄生我们台湾的异虫 那就糟糕了 我们原本是要杀死害虫的 结果连异虫都一起被杀死那就糟糕了 所以科学家要经过谨慎的研究之后 才敢来使用这个生物防治法 所以生物防治法要经过谨慎的研究不是乱用的哦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几个共生 我们讲过互利共生骗力共生以及寄生 所以这几个稍微对照一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互利共生是两者都有利 骗力共生是一方有利一方无害 寄生是一方有利一方有害 好 最后我们要来讲竞争关系 很多生物跟生物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 怎么样的竞争关系呢 他们需要相同资源的时候就可能产生竞争关系 为什么说可能 对 因为这个资源如果是有限的 如果是无限的当然不会竞争啊 如果是有限的才需要竞争嘛 比方说一百年前人类还不多 当时污染也不严重 当时的水就是无限的资源 对当时的人而言水超多的 水便捞都有 河边捞都有水对不对 这时候水是无限的资源 那当然就不会产生竞争 可是对我们现在而言 水 干净的水越来越少了 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少了 好 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有限的资源 这时候才会产生竞争 OK 好 那阳光啊 食物啊 配偶这都是有限的资源 都可能产生竞争 那 生存竞争 生存空间的竞争 以台北来讲 你就知道台北要买一层楼 很贵啊 可是你到乡下 你可以买一整栋 为什么 因为乡下人比较少 生存空间相对来的多 竞争就比较少 就房子就便宜 台北人很多 可是空间少 这个竞争就很剧烈 你说 你 蛤 什么 这栋房子你要花一百万买 我用两百万跟你买 卖给我 卖给我 这就是一个竞争嘛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台北的房价就一直飙高 就这样子啊 OK 只要是有限的资源 都可能产生竞争 OK 所以 你除了水 空间 阳光这些之外 还有配偶也是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这种叫做绿秀 绿秀眼 绿秀眼 它为什么叫绿秀眼 因为它眼睛旁边有一圈白白的 这叫绿秀眼 它会吃熔果跟小虫 然后呢 底下这种叫做白头翁 因为头上有一块白白的 好像老人家一样 所以叫它白头翁 那这两种鸟呢 都会吃熔果跟小虫 所以它们就会有竞争的关系 当然啦 我说的是 食物不够的时候才会竞争 如果食物非常充足 那当然就是各吃各的 不会竞争 我们之前讲过 生存竞争在什么时候出现 过度繁殖的时候 那过度繁殖其实就是 一直这边可能资源有限了 才会开始出现竞争嘛 OK 好 所以这是竞争有限资源 那你想一想 你如果仔细观察过 你会发现树底下是没有植物的 为什么 因为阳光也是一个需要竞争的资源 大树把这些阳光都挡住了 所以底下没有阳光 因为都被树给挡住了 都被树给抢走了嘛 所以底下没有阳光 其他的植物没办法生长 所以大树底下是没有植物的 因为阳光也是一个需要竞争的资源 这个呢 在热带雨林就非常明显 因为 所以热带雨林的植物都长得超快的 尽量从发芽之后开始尽量长高 这样子才能够抢到阳光 要不然如果长得稍微慢一点 被人家先抢先 那就来不及了 那就没办法获得阳光了 OK 所以阳光也是一个需要竞争的资源 所以我们讲 只要是有限的资源 它都是需要竞争的 OK 好 那还有啊 配偶也是需要竞争的 同种生物之间可能会竞争配偶 那 以大陆来讲 大陆他们之前一胎化 那和华人世界传统上就是认为说 哎呀 重男轻女 所以以前他们一胎化的时候发现 生下来的是女孩子 就把他杀死 所以然后就在准备怀孕下一胎 一定要生到男的才可以 他们只能生一个孩子 然后生到女的就觉得 啊 没有用 他们重男轻女就把女孩子给杀死 然后把女婴偷偷杀死 然后呢 再怀孕生男生 结果经过这几十年下来 哇 糟糕了 大陆人 男多 女少 大家 找不到老婆可以结婚 就开始强烈的竞争就出现了 所以 求偶 这也是一个竞争 OK 那你看这 两只山羊 他们打架 就是为了要求偶 所以 这是一个竞争的过程 好 所以竞争 我稍微列一下 只是举个例而已 但我当然不可能列完 我们说过只要是有限的资源 都可能产生竞争 所以我只稍微列一下 像同种生物之间可能会竞争空间 竞争食物 还有竞争伴侣 那 不同种生物之间也可能竞争空间 也可能竞争食物 也可能竞争阳光 所以 这是竞争关系 生物跟生物之间有竞争关系 甚至同种生物之间也有竞争关系 像我们人类 在台北生活的人们 就要 很努力的去竞争 买房子 对不对 这就是同种生物之间的竞争 OK 好 那 你说老师 刚刚那个竞争 数已经把阳光都挡住了 这已经是决定了 这不可能变了 不 不用担心 自然界里面会发生一些事情 会有转机的 什么事情呢 比方说 森林大火 森林大火把树给烧死 然后呢 树烧成灰 然后原本树生产的地方就空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森林大火烧了之后就空出来了 然后呢 空出来之后就有机会了 那 像比方说 荷环山这个白画木 你如果去过荷环山 你就会发现 路边有一些 白的 那个树干 这个其实就是森林大火之后的 痕迹 它烧了之后 它没有 它没有倒下来 它就变成在那边 变成一个白画木 这样子 OK 这其实就是森林大火的结果 好 各位 这个自然界里面的意外 让生物竞争有了一些变化 我们看到这森林 这森林经过大火之后 空出一块空地来啦 OK 好 那这时候就看谁先来抢啦 我刚刚不是讲吗 热带雨林那边 哇 谁发芽 谁要赶快长高一点 才能够抢到阳光 才能够活下来 就是要在这时候 这时候 OK 好 那这时候空出来的空地 就让植物有机会重新生长 看谁的种子 先飘到这边 然后谁先发芽 谁就有机会在这边抢到新的局面 然后就看看谁先抢到啦 然后之后最后又形成新的森林 你说老师 前面是森林 后面也是森林 这不是白忙一场吗 总是树抢到啊 不一样 前面的树种跟后面的树种已经不同了 前面搞不好是 假设前面是榕树为主 后面搞不好已经变成了 松树为主 我随便乱讲的 OK 所以它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森林大火 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自然现象 它让生物在这边生长的种类 有机会发生改变 要不然大树把阳光都挡住了 那就没翻转的机会啦 还好有森林大火 所以有些科学家认为说 森林大火是重要的自然现象 如果是自然发生的 就不用管它 除非是人为发生的才需要去救 要不然你已经遇到森林大火 你就去救 那这个森林就没有替换的时间 就没有替换的可能性 所以森林大火是一个重要的自然现象 如果是闪电这些自然引发的森林大火 有些科学家认为是主张是不用救的 好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啊 森林经过火灾之后 那这些森林树木都烧成灰了嘛 然后它就在泥土里面 所以泥土这时候富含有很多的养分 好 那一开始 空出空地来的时候 一开始都是草本植物 然后呢 慢慢变成灌木 灌木就是矮矮的 比方说到我们的膝盖 或者到我们大腿 这样子的植物 我们称之为灌木 再来桥木 桥木就是开始很高大 一层楼两层楼高了 这叫桥木了 最后很多桥木就慢慢形成了森林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生物族群改变的现象 刚开始发生森林大火之后 空出一片空地来了 然后呢 开始草长起来了 开始长草了 然后之后长灌木 这就是灌木 矮矮小小的 然后开始 比较高大的一棵出来了 然后很多棵 很多棵 最后就形成了森林 OK 那你说老师 为什么一开始都是草 因为草它 生长的速度快啊 然后那有没有可能 一开始就长桥木呢 比较难 为什么 因为森林大火之后 空出来的是空地啊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啊 空地空出来之后呢 它这里 气候 雨量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 因为这边只剩下沙子啊 这边只剩下沙子 阳光一晒 温度就大量提升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的水 也比较没办法保持水分 所以 这边的温度雨量都受到微小 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所以 这时候可能 大型的植物没办法生长 但是草可以生长 草对于水的 许久没那么多 好 那这时候 草它能够在这边生长 好 草开始生长起来之后 有一些阳光 有一些阳光被拿来 有一些阳光能量被拿来进行光合作用 产生葡萄糖 所以 它温度就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了 然后植物可以保持一些水分 所以雨量也受到一点点影响了 所以 温度开始像降低 雨量开始变多 可以开始养活一些小的植物了 再来 有了这些小的植物 温度跟雨量又进一步的发生改变 可以养个一棵两棵 比较大一点的树了 然后再更进一步 可以更多棵大的树 最后形成森林 所以这个是生物族群会发生改变 那这个改变 从一开始都是草 到后来可能是森林 这种发生改变的现象 我们称之为消长 或者称为掩替 这个是自然界里面自然发生的事情 消长或者掩替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自然现象 要不然 像如果永远都不发生改变的话 永远不发生改变的话 就会这样子啦 底下都没有机会改变了 所以不 我们会可能有森林大火 或者其他的状况 会让这个森林的状况 森林的样貌发生改变 这是掩替现象 好 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下次再见 OK 拜拜 拜拜